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蝉枝纹等 发展自年一代 画风变得更加细腻 题材更加丰富 出现了和右上彩结合的工艺形式 有青花五彩和青花豆彩 青花成为当时时期装饰的主流 青花发展自清代 装饰取材广泛 画面形式丰富多样 装饰手法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可以说 康熙时期的青花装饰发展到了顶峰 这与绘制青花的工具改良和新发明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 青花分水技法的变化 它是采用特制的机头笔 在胚胎上一笔下去 可以做到水分五色的效果 这一工具衍生出的技法 增加了青花装饰色调的丰富型 如今青花装饰在传承传统工艺表达方式的基础上 更加强调新形式的变化 各种工具材料和工艺被加以利用 成为青花装饰的表现员 使得青花装饰的面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 青花属于右下彩绘装饰 装饰纹样覆盖透明 右厚经过高温烧制 器物表面光滑晶莹 装饰材料被右面阻隔 不用担心有牵格等有害物质的吸出 从这一角度来说 青花是非常适合用来装饰生活陶瓷器物的 我们在开始化青花之前 首先要对胚胎进行一个检查和处理的过程 在检查过程中叫补补水 我们给胚离补水的目的 是为了清理附着在胚离上的粉尘 这样可以避免失诱烧成后 产生所有这样的供入缺陷 在开始绘制青花之前 我们先根据器物造型的特点 在胚体上用圈笔勾画出装饰纹样的草稿 注意我们需要结合造型的特点进行装饰纹样的布局 我们炒图已经勾好了 勾好了之后呢 我们又要补下水 把那个铅笔的那种痕迹呢 让它淡一点 青花料属于矿物颜料 它是不容易水的 因此容易产生沉淀 在绘制的过程中 可以在料中加入适量的桃椒或甘油 用茶叶水来调和青花料 在使用青花料和料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 时常用工具去搅拌青花料 使料和水充分融合 料中加入桃椒或者甘油 这样做可以在勾画线条时 更加顺滑流畅 我们进行青花勾线分水时 通常先要勾画出装饰形象的轮廓线 然后在轮廓线内分水 在勾画花叶时 先勾出叶子的主叶脉 再勾画出叶子的外轮廓 最后勾画叶子的姿脉 勾画线条中要中锋用笔 运笔的过程中要控制好用笔的力度 线条要流畅 尽量做到不重复用笔 一般情况下先用蛋料勾画出花头的轮廓线 再用生料勾画出花叶 花梗的轮廓线结构 注意花头用线 细耳带花叶花梗的线条 深而且略微粗一些 装饰画面中花头 叶子 枝梗的线条 要做到粗细有变化 深浅形成对比 分水料 一般是根据颜色的深浅 分作浓水 淡水和饮淡 分水之前需要将水料搅拌 使水和料充分融合 料水通常是用茶叶水来调和 分水用的鸡头笔 笔度比较大 具有很好的虚水力 分水的时候 先蘸取浓水 笔尖的部分再蘸取淡水 从叶尖部位下笔 注意下笔的力度要轻 从叶尖分向叶子的根部 做到一笔料水分出深浅变化 做到我们所谓的水分五色 在分料色较重的部位时 捏住笔度的手指 稍微用力 挤碾笔度 使笔中的浓水顺着笔尖流出 注意料水不要跑出外轮廓线 分水的步骤 一般是先分到深色部位 再分画面中淡色的部位 花叶和花梗通常分浓水 在分菊花花头的时候 用淡水或用饮淡来分 花瓣类侧部位 用稍微的深一点的水来分 再用淡水分出外板 这样花头就有空间的层次变化 在分水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下笔的力度要均匀 不要过重或过轻 由于胚体具有胶强的湿水性 我们在分水过程当中 一定要掌握好运笔的速度 尽量做到了仪器合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Info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